現在我們來訪問CyByte 你自己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大家好,我是白晨佑 高一點高一點,看不到 我是白晨佑 我的GithubUserID是CyByte 這次很高興可以來參加AllHands 我主要是貢獻CyByte 就是用Rust寫的瀏覽器 因為貢獻應該有一年半多了 所以這次很高興被CyByteam Manager的Josh邀請來 你在CyByteam Manager主要做了什麼? 可以舉個例子嗎? 有什麼功能是你做的? 看到什麼東西,那個東西就是你做的 看到的部分可能比較難 但是我講一下我貢獻的歷程好了 就是我剛開始是先 我最剛開始是先寄信給旅行 大家問他說要怎麼貢獻 然後他就跟我說就是剪一些 Easy Issues來解 所以我最剛開始幫忙寫的issue是 因為那個Servo 以前有一些CyC style的 Structure 是用Marco Template去寫 然後他們再捐出來的 所以那時候有一個issue是 要把所有的Marco Template都移掉 然後變成真正的Rust structure 所以我最剛開始是從這個簡單的issue開始做 然後那時候有Servo的team member Amedio 那時候也幫我很多 告訴我Rust 因為那時候我也才剛開始學Rust 所以基本上就是完全是從零開始 所以那時候 從這個剛好是一個很好的起始點 開始就是以這些file 然後產 Structure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簡單的做完了就是 就會想要去找一些比較特別 或是比較沒這麼容易的 然後所以我後來就有去幫忙 實作了那個 Unhandled Rejection 這個Event 所以現在 就是 Servo是可以支援 Unhandled Rejection 跟Rejection Handled這兩個Event 就是這兩個主要是我幫忙做的 但是 就是可能還有一些小地方需要做 但是因為那是攸關到 可能一些其他的feature 所以沒有辦法完全把 就是Spec上的Unhandled Rejection 完全做出來 但是就是 我覺得這個算是我目前做到 最大的一個feature 然後我接下來 目前正在做的是 想要幫忙 讓Servo支援 Module Script 就是 現在 未來的JS 就是 未來瀏覽器就可以支援 什麼Import 什麼什麼在JS這樣寫 所以 就是 目前是正在做這個部分 但是因為我個人是Contributor 所以時間 不一定很多 所以就 努力中了 好喔 那 這一次來 你主要在做什麼事情 在這邊五天的時間 這一次來 這一次被邀請來 我個人比較有關的其實是 因為做完 Module Script之後 我想要幫忙把 Servo的 Service Worker做完整 所以 Jush有幫我找了 幫 就是10座 Gecko Service Worker的 Team Member 來一起開會 然後就是 討論一下 在 10座 Service Worker的時候 可能要注意什麼地方 然後 可能會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 或者是 Gecko Team 他們是怎麼實做的 然後例如說 像是 嗯 那個 因為 Service Worker 它主要是會有Catch 然後就是 順便了解一下 Gecko Team 是怎麼去處理這個Catch之類的 然後 除了 Service Worker之外 然後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議程 很多Boot Camp 然後 我其實 並不是每一個議程都非常了解 但是我覺得還蠻開心 就是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 Session都可以參加 因為 我覺得有 比較有 很有趣的是 就是可以 就是了解那些 Team Member 怎麼問問題 然後 就是 他們可能 看到某一個 議題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去討論這個東西 然後 然後 所以 嗯 哦 還有 就是他們還有 就是 有其中一個 Book Camp 是叫做 Constellation 這個部分是 在Servo裡面 還算蠻重要的 一個 一個 就是 可能 Layout跟Script 之間在溝通的一個東西 然後 就是剛好也透過這一次 來 All Hands 剛好就是 對於這個東西 有更完整的了解這樣 所以就是 真的是 蠻開心 能夠來參加 然後 然後我剛好也藉著這一次來的機會 我就 因為前陣子 比較有空的時候 有先把Majuscript的PR 先發出來 然後 所以剛好這一周 有機會可以問 就是 就是 Josh 就是請 我直接 就是 就是 in person的跟他解釋我 這是怎麼實作這個PR 然後跟他講我的概念 問他說 這個方向對不對 然後我是不是 繼續 該從這個方向開始著手 然後所以我覺得 就是 討論PR真的是 跟本人討論最快 就是因為 以前就是平常 在當Contributor的時候 可能都 因為 時區的關係 然後 時差 然後 我能在線上的時候 Josh 可能不一定在線上 他能在線上的時候 我也不一定在線上 所以有時候要問個問題 就要拖很久 所以這次 見面談真的是蠻快的 真的好認真喔 跟我們 跟我們做社群的人的議程 感覺完全不一樣 沒有沒有 好喔 那除了認真工作以外 還做了什麼事情呢 這一次就是剛好 Servo Team的Manage 有揪說 就是禮拜五 也就是現在錄影的今天 一起去爬山 在Whistler這邊爬山 然後所以 就是還蠻開心 有人可以帶路一起去爬山 然後到這邊的山上走來走去 但是這邊真的蠻漂亮的 然後 所以就很開心 有機會去走一走 爬山耶 現在很流行爬山 欸 你不是說在山上看到什麼東西 喔 有在 有在那個 山上看到那個 Marmot 喔 看到兩隻小小的 但有點可惜 沒有看到熊 今天我們剛上去 染車剛上去的時候 有一隻媽媽就從平台上 跑過去 酷喔 喔 喔 好喔 那 想想看 呃 你覺得這第一次的 All Hands 的經驗 感覺怎麼樣 跟你原本想像中的 差別 呃 我先講我想像中的 再講我現在這次實際上 我想像中的是 就是 呃 可能每個Servo Decision之間 可能都會很有空檔 然後可以再去抓一下 因為我對Rust Team也滿有興趣 想要去認識他們的人 但是 我本來以為我可以 就是跟他們剛好同一個room 然後就可以 隨便去抓一個人來認識一下 嗯 但是就是後來發現其實 議程都滿緊湊的 然後 然後就是 Rust Team 他們本來跟我們同一個room 但我也不知道他們 後來跑去哪 反正他們就跟我們不同的room 就對了 所以後來沒有認識到 所以就 看明天早上 吃早餐的時候 沒有機會去認識 但我本來是希望可以 就是 議程跟議程之間 可以去認識一下 Rust Team的人 或是Wassan Team的人 但是就有點可惜 沒有認識到 所以說 All Hands真的不只是 吃喝玩樂而已 對 是從早到晚 很認真的 五天的工作 沒錯 呵呵呵呵 對 好 那 除了工作以外 還有爬山以外 還有什麼 吃喝玩樂 喔 吃喝玩樂 我真的覺得這部分 就是 Mozilla真的都提供的很棒 就是 呃 Wistler這邊的話 玩的部分其實還有什麼 越野腳踏車啊 然後什麼Zipline 藍車 然後 像我爬山就是 先搭藍車上去山上 然後再Hiking 然後再搭 藍車下來這樣 然後 其他 其他 其實旅行也有推薦我 去搭 去玩Zipline 但是 就是 沒有空所以就 就沒辦法 所以有點可惜 不過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來Wistler的話 會蠻想去玩玩看 就是 就是Wistler這邊真的 蠻多設施 然後 如果這邊冬天的話 就是 腳踏車場地就會變成滑雪場地 所以 其實也可以滑雪的 Wistler是 2010東奧的場地 真的蠻帥的 它有那個 超級長的 那個 滑車道 然後他們說 也可以搭 然後可以到 幾十公里的時速 這樣子 超帥的 好 那就這樣子吧 跟大家說 拜拜 謝謝大家